第一步,将仪器放在平整的试验台上 旋转螺旋手柄,让弯曲部件向外移动 旋转式板定位螺杆 确保试板夹紧螺杆能在一定范围内前后移动 第二步,根据产品或试验要求 选择合适的轴棒放到轴棒支撑铜环上 注意,对于厚度大约0.5的试板 应选用3毫米或以上的轴棒进行试验 以免轴棒发生变形 第三步,顺时针旋转试板夹紧螺杆 松开试板夹紧块 将试板插入弯曲部件和轴棒之间 放入两块试板夹紧块中 然后旋转试板夹紧螺杆,夹紧试板 第四步,轻拉试板夹紧螺杆 让试板轻靠在轴棒上 旋转试板定位螺杆 直至试板处于垂直位置 且与轴棒接触 第五步,旋转螺旋手柄 让弯曲部件接触试板 此时,试板同时与弯曲部件轴棒接触 注意,此过程不宜用力过大 尤其是使用10毫米以下的细轴棒时 以防轴棒被顶弯 第六步,握住螺旋手柄 在一到两秒内 以恒定速度抬起螺旋手柄 并转过180度 试板随之弯曲180度 第七步,弯曲后 立即观察试板的开裂、玻璃等情况 第八步,旋转螺旋手柄 松开弯曲部件 并将其归位 旋转试板夹紧螺杆 松开试板夹紧块等部件 即可取出试板 仪器操作完成